HELLO 聊四季天梯的东西 大家好,是LEO 今天来看法兰克人对上哥德仁 这场比赛也是天梯的哈拉过地图 好,现在来介绍一下蓝芳选择的闻名是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骑兵的血量增加20% 192游侠也是在说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他吃果子的速度也是一面最快的闻名 而且用免费的农田技术 所以法兰克人他的经济节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法兰克人他的骑兵比较强之外 他的弓兵是比较弱的 因为他并没有三级弓兵射程跟铠甲 所以即使你到帝王时代用战毛兵反制对方的强弩或是一些特殊马攻单位 打起来还是会稍微偏弱一些些 所以法兰克人还是要用192游侠当作自己的主力会比较适合 不然就是要用止斧兵火枪補炮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OK 红色选择的是哥德仁 哥德仁呢 现在在阿拉伯的一个前期优手 是吃野猪跟鹿啊这个羊啊 野羊之类的 就是吃可以比较久一点点的 让他这个前期效果经济大概快要多了100肉 让哥德仁不再像以前了 被搞下可能就快 就快没呼吸了 所以自己是你呢 在那边选哥德仁 应该是随机到的 打法兰克人 我觉得算是一个满经典的对决 以前哥德仁对上法兰克 也是一个满有趣的玩法 以前哥德仁算是以前满好打法兰克人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大量步兵出枪兵打反克人是满有印象的吧 十几年前的玩家们 那哥德仁呢 他其实最近喔 很多顶尖高手也在研发这个马弓路线 因为他有三级射跟三级的弓兵铠甲 六品种 所以哥德马弓路线 是一个蛮伟妙的路线 但事实上 这个 还是有一些职业选手嘛 可以拿这个马弓来用 雖然马弓没有拇指环也没有安血人战术 但以基本数字来说 确实好像可以用用看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哥德仁的他的特性 那他的特性是 道帝王时代哥德仁的哲客 勇兵六五折的特性 加上这个四气灌入 增加均匀的100%工作效率 可以一次大量生产 大量步兵出来 淹死对手 所以这一场比赛 最經典的地方是哥德爾這邊游泳大量步兵的選擇 法蘭克人這邊是有超強坦克的騎兵選擇 通常法蘭克人遇到哥德爾人 如果對方是打步兵的情況 通常只能轉指輔兵或是火槍兵 這兩個選項跟對方互打 有人說步兵呢 步兵的話你一定是打不贏的 人家的折扣比你還多啊 而且法蘭克人的步兵也沒有特殊能力 所以通常他打步兵只能打槍兵 去反制對方的嘛 但哥德爾人通常打反客人不會出道嘛 所以應該問題發大 這邊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哥德爾這邊有打棒棒了 OKKM時代就有20%的棒棒折扣 其實還是蠻優惠的 而且不需要挖黃金喔 就可以按出三隻棒棒 賊舒服 這個棒棒開局 哥德爾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這邊要挖金礦嗎 哥德爾這邊又來挖金礦囉 他金礦在哪裡挖 在後面 我想奇怪 這個基因他是放棄的嗎 看起來是 OK三隻棒棒 撐到黃金石代 裝甲步兵先點 然後一起伐木 這邊是四棒棒喔 比我想像中的棒棒還要多 但如果點一擊伐木的話 裝甲步兵暫時就升級不上去囉 這邊一按棒棒的話可能會斷肉 再按個一村 然後再點 裝甲步兵升級 如何呢 還是不升 但已經四棒棒了 升裝甲的話 給壓力對方很大喔 但是這邊已經看到地方的射箭場 所以G40可能是認我的 你已經有射箭場 而不是肉馬開 我這邊選擇 四棒棒給你壓力 黃金留著自己出弓兵 或是待會用司機買賣 生成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這是有可能的齁 好 本來G40想要從這裡過來 但是 YO是決定為了這邊 那這邊的話其實可以馬上蓋個層了喔 阻擋這個G40過來 所以G40可能會有想到 唉唷 這個有點危險 趕快拉掉 那這個算是比較操作上的細節 四季力國最神奇的地方是 你知道到DM家裡喔 敵軍都可以瞬間伸出一堆建築物喔 好 阻擋你的敘弱 非常拼手術的遊戲 好 左邊冰工廠補箱 唉呀 這個冰工廠 滿快就點一擊射了齁 好 那G40看到工兵之後 馬上轉出了毛病 好 現在黃金非常省 只有兩個人在挖 這邊要補個一擊射嗎 好 肉馬被射掉了 棒棒保護毛病 現在可以反推回去了 YOW 點下一擊射 這裡可能要轉一些毛病出來 不然這個毛病現在是無敵狀態阿 沒人打得贏他 唉唉唉唉 但棒棒有點稍微落後一點 可以 我有慘叫聲 唉唷 打倒一隻毛病了 好 Z40這時候還是點下的裝甲不必能升級 想想這個裝甲血量還是有點多 好 升級一下好了 這300不升 好 這邊要燒老墓區嗎 還是直接開砍房屋 但砍房屋 YOW是可以用弓箭手環置回去的 而且Z40現在沒有一擊射 如果打房屋的話 很容易被壓著打 好 現在YOW有射程優勢 但是Z40也很麻煩 好 開砍了開砍了 砍房屋 其實打很快的喔 四隻裝甲 在前期的傷害是很誇張的 好 還是要點下一擊射 拉個村民來修房子 我還以為我打這麼謹慎阿 修房子 好 Z40沒有打一個多線 上面的果子區還在正常的開吃 這裡毛兵上前 直接投爆YOW的毛兵 毛兵只剩下三隻四隻的數量 裝甲布兵這邊上前開砍 但是沒有再砍肉麻 反而是砍村民 反而錯過擊殺肉麻的機會 自己的毛兵也快被YOW給收掉 不知道這邊細節操作打得非常漂亮 被搞定了 這邊用這隻村民吸引戰火 全部的裝甲都在追這個女村民 想要四人大戰女村民 可惜沒有成功阿 沒成功 女村民喔成功活得下來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 弓兵配上毛兵 弓兵的話沒有繼續出 而是用毛兵給對方壓力 Z40這邊遇到大量的毛兵的話 裝甲布兵還是會扣血的 好 大後面有這個 裝甲布兵 繼續往上貼 Z40要直接打一波ALL IN了嗎 好像有機會 但是選擇還是拉走 看起來是無力回天 血量也太殘了 好 這時候YO把家裡給圍了起來 Z40把裝甲布兵往回拉了 好 那看起來Z40是要來把家裡圍死 然後開農上去囉 因為左右兩邊基本上都已經要圍好了 只剩下正面喔 好 正面圍好 趕快分成 那當你想要不出兵 然後生死帶死喔 一定要把自己的家裡圍死喔 這算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千萬不要太依賴自己的反應能力 能圍死的東西就圍死了 BC在台不圍吧 好 可能工兵還在這裡 先用自己的兵出去撈撈 可以對方些壓力 看能不能把YO的兵給騙走 去別的地方 下面邊 可以去下面了 要不要去他下面的時候趕快圍呢 好 那 YO這邊是果然打了騎士喔 三馬就出騎士 哇靠 YO這邊打得很軍事啊 超強軍事 好 這裡用弱馬加上裝甲步兵 終於要解掉這一坨的毛兵了 好 暗金騎士過來 救一下 兩邊騎士互打 好 那YO這邊的騎士數量給了引他壓力 好 DC這邊已經圍好了 所以這邊騎士遛不進來 好 這裡防守趕快補 少量毛兵 在該倒Z40這邊 拔木工採支援 好 這邊趕快繼續圍家 好 左右開弓 左右兩邊都有騎士在騷擾 修到願遊補下 好 看到這波陳出 現在Z40轉出了大量槍兵 這邊高打低重裝長槍兵 順利抽掉一隻騎士 那就還好 味道對方騎士馬爆 最怕的就是抽不死他的馬 然後殘血回去又讓生率補血給補起來 這邊能把馬戳死 或是招搶到任何一隻騎士 都是比較 划算的 好 DC趕快修這根房子 後面有槍兵來了 這邊要先追掉毛兵 但是感覺好像不用了 這邊兵量不太過 YO這邊有更多騎士過來 這一波騎士爆壓力非常的巨大 DISLIN把騎士拉到了房子旁邊 想要用森林來招翔 但是數量實在太多 如果停下來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直接爆打 好 YO這邊看到森林過來 只能選擇撤退 好 YO這邊是3TC開弓 3TC開弓 正常的開局模式 DISLIN這邊要開TC了 開在了正門口的主金礦 好 但槍兵部分可能要繼續補喔 槍兵我覺得不能停 YO這邊是3個馬戳在爆騎士 數量會非常可怕 待會可能還要找個機會去挖石頭 開始要防下自己家裡的問題 好 這邊補下第二個軍營 好 我還有轉出了一些輕騎兵 待會要來狙殺這些僧侶 好 墨馬這裡 升級補下前面工程器製造所 打牌是相當標準 好 DISLIN這邊直接補下一個神聖思想 騎士上去招搶到了一隻DISLIN的騎士 趕快招回來 來不及 OK 那這邊是DISLIN自己出的騎士喔 並不是招翔過來的 顯然是100滴血 先出一些騎士檔下 這邊工程器製造所暫時被控制住 好 實測裡面有一台 好 招翔到輕騎兵 不錯喔 好 這隻輕騎兵招翔到蠻賺的 好 又賺了80落 裡面這兩台投石車 第二台要取消嗎 這一台要再放出來騎士要上前 跟投石車一起進攻 這裡要直接砸這隻僧侶 但是沒有砸 這裡投石車沒有DISLIN空到 很大人讓DISLIN有時間可以反應出來 躲過這兩發投石車的傷害 YO這邊投石車還是砸到了一發 潤力的收掉了兩隻僧侶 但還有兩隻僧侶在高地 DISLIN趕快馬上回頭招翔 這一波YO有點被反打回去 DISLIN村民術反超了YO DISLIN這邊槍兵數量有點少 直接用騎士吃的話 是能吃得掉剩下的重裝長槍兵 後方的僧侶還在著想給壓力 YO這邊騎士數量其實並不少 但是YO並不想要損失所有騎士的戰力 騎士還是打YO級吧 覺得比較高CP值 趕快去騷擾各個地方 是不錯的 現在祭司令也用生侶去招翔 生侶整個村民的部分 這邊家裡招翔遭到了兩隻騎士 而且還順利收了進去 哇 生侶全部收好收滿 這一波其實並不虧 但YO這邊衝了進去 吳三櫃開門了 三櫃真有你的 好 生侶出來 再趕快招嗎 DISLIN這裡手術 在忙著前線啊 上方裡帶領區囉 趕快招喔 這邊騎士衝進來 果然很賺啊 又抓到了很多村民喔 把GC這邊經濟弄得一團亂了 找到一隻滿血的騎士 這邊騎士再互打一下 招要擋住了 這邊槍兵過來趕快繼續追 那裡還有一隻生侶 好 招翔到 OK 搞定 三隻騎士可能會被招掉喔 兩隻 一隻 哇 一隻而已啊 好 我來喔這邊 現在經濟來到霸四村 對上G40也是霸四村 然後兵手術現在要持平狀態 G40這邊步兵大軍 讓我們反客人顯得有點 不太好打 因為槍兵反而就反制騎兵嘛 也是要轉直撫兵呢 城堡時代的法輪客人 打槍兵就只能靠直撫兵 不然就長劍兵 但劍兵器剛剛講了 是沒有辦法很好突破的 他的撫兵大軍數量 也是要龜縮一波 蓋城堡防守 然後升地龍時代轉火槍呢 好 這些都是個辦法 好 G40這邊其實防守已經做得很好 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而且還反超YO的村民 G40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那G40呢 是我們台灣的 職業選手 半職 不是完全全職 但他的實力喔 我覺得再過個幾年 打出一些成績之後 靠這個吃飯好像也不是問題 好 那迪士林這邊等一下輪走技術 好 這邊著想 好 再過來收一下 著想去著 槍兵往前 上方的投石車還在攻城 完蛋 這裡戳掉了 投石車剩下兩台 YO這邊果然龜縮 點下了 點下地龍時代 原這個時期的百萬克人 真的是不好打 G40裡的哥德大軍喔 真的是偏不好打 偏不好打 好 閃防衝兵繼續往前戳 好 閃防衝兵繼續往前戳 好 這邊聖鯉又來到六隻 這時候 G40裡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邊聖鯉 在CD誰不能著想 往後拉 看到一隻聖鯉 能夠跑得掉嗎 哇 就還是被騎殺掉了 我們補一下更多的軍營 YO用的這些少量騎士 已經看到G40要來 爆這個大量步兵了 YO這邊趕快補大雪嗎 欸 結果這邊轉出直斧兵了 城堡時代 不打直斧兵 到地龍時代才打 那地龍時代的直斧兵的優勢 是有這個 射程增加的優點 還有這個三弓喔 打起來會更痛一點 好 直斧兵開丟 好 這邊有常見兵了 好 第四銀這邊去抓 村民 用騎士抓 效果還不錯 擊殺掉了一些村民 但城堡傷還是很高 好 殘血騎士來拉走 好 直斧兵這裡繼續輸出 這裡鷹蓋寶 有機會蓋起來嗎 還是會不會倒車寶呢 後面的村民越來越多來蓋 Y.O這邊是比較快蓋好的樣子喔 哇 這邊的生侶應該要被擊殺了 收掉所有的生侶 這邊靠著城堡的傷害 直斧兵這邊解常見兵效率其實很好 好 哇 這個直斧兵互相傷害 彈住了 彈住了 OK 直斧兵這邊終於活了下來 好 外偶點下來三弓 銀罐增加一點射程的 倒勾斧 反而客人的直斧兵算是近戰傷害喔 所以打衝撐是很痛的 好 OK 全部收掉 好 Y.O這邊是兩個巨型頭司機 開拆城堡啦 D.40這邊是點下的手推車 跟增兵技術 好 這邊要撤退一下 Y.O這邊是進攻比較 有優勢一點點的 雖然這邊衝車一直在按 但制服兵解衝車速度實在太快 這個衝車取消一點會比較好 好 好 但DC可能沒有注意到 這邊衝車按下去了 全服出去了 好 就沒有要退的意思了 唉唷 繼續衝 唉唷 繼續衝 唉唷 繼續衝 好 直接拉蟲魚來扁嗎 好 DC點下了正兵有事的三級 點下了二弓 好 看來是要專注走這個 步兵路線 那這步兵要什麼打呢 其實哥德人打的 好像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說到馬功 不然就是要轉火槍 去射他 那DC看來沒有要轉火槍的意思 我就是要用步兵 打出我的軍事優勢 玩哥德不打步兵 是否搞錯了什麼 這種感覺一樣 有本颱風電要去衝浪一樣 夠刺激 OK 大量步兵開始集結 三弓要補嗎 三弓不補一下嗎 這個看起來是要先續起來大量步兵單位 三弓這時候有點難補 也不想要用這個四級去買肉 買肉一點浪費黃金 這邊直斧兵解藏 劍兵武士的效果太好啦 這邊貼上 這個包夾起來 應該就沒有辦法全部包 我們有城堡輸出傷害 直斧兵這邊直接站著隊A 其實效果很好 因為如果你一直拉打的話 他會全部的直斧兵打在一隻劍兵武士上 但是如果你讓他放著自己攻擊的話 傷害可能就不會這麼的集中在一隻單位上 造就這個KD 這個傷害不會易傷的問題 這是直斧兵的一個操作細節 其實所有的馬工單位也是這樣子 你越是控他 這個傷害就會一直易傷的問題 單位越多的時候 越控他 反正你的速速 輸出就會越低 但是你不控他的話 也有可能被對方包獎 所以這是勢力國控兵的一個 一大難題 好 直斧這邊是 看到了對手 在右邊有補陣跟城堡嗎 後面補了一些軍營 這邊有四處量 開始慢慢堆疊起來 但吃服兵數量還是很多 三台軍營都實際想要炸起來 但是看到大量長劍兵往後拉 好 這邊再做拉打了 好 這邊拉打 好 還行 後面的直斧兵比較沒有那麼的問題 不會打到同一隻 但還是偶爾會遇到這個打同一隻的問題 好 拉回來這邊 OK 原地開了 哎呀 這邊直斧兵 砍這個劍兵我是好像有料 好 還有補下了化學 還是要打一下這個火槍兵嗎 還是要為了掌火炮呢 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還有我們WIO這邊的戰術操作 我覺得不打騎士是對的 畢竟哥德爾的槍兵太便宜了 而且擁有大量 而且這邊還有210人口的優勢 當然DC這邊經濟來到143人口 蹲一處還可以再往上多個尺寸嗎 感覺經濟可以再更好一點 但DC這裡沒有打算繼續經濟增長 而是決定 單純爆兵 先把自己的戰力補起來 但這裡並沒有補火槍啊 只單純爆了大量的劍兵勇士 少了一個後排輸出 擊殺對方的直斧兵的效率喔 感覺並不是那麽的好 好 直斧兵這邊 繼續輸出 但撞到了城堡 在城堡擊殺掉了一些直斧兵的數量 發生個高地堡傷害很痛的 喔 直接走過去嗎 太狠了吧 激士兵這邊直接過來 唉唷 收掉了巨型頭巨 後面這邊巨型頭巨 沒有拆掉上方城堡 剩下的劍兵勇士 可能也要被直斧兵全部收乾了 哇 直斧兵打步兵就是痛啊 這邊大量的劍兵勇士上線 想要阻止這一波的對戰 反正這裡看起來是 Z40要潰敗了 城堡被打掉 開始有點卡人口 要再補屑房子 黃金可能也會被控住 後面大量步兵往前 這邊也是擊殺掉了很多的直斧兵 直斧兵數量看起來往下掉了 右邊直斧兵也過來 然後再裁掉一些軍營 Z40這一波 強力爆兵 好像有機會 不成功變成人 OK Z40再一次推了回去 有希望啦 好 直斧兵右邊 這邊的徐徐兵還在無情輸出 那整個城堡 硬生生的被修了回來 這邊徐徐兵吸一些劍兵勇士 直接往前開砍 這邊想做一個包夾 但是有點出過了 徐徐兵的移動速度是稍微快了一點點 0.9對上直斧兵的1.1 所以要做一個拉打的話 直斧兵也是辦得到的 其實是稍微難了一點 這裡有很多直斧兵過來 這邊有的是繼續往前 娃娃這邊黃金非常省 直斧兵跟優雅比起來實在是太便宜了 娃娃這裡沒有混火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火箱的移動速度比較慢 或者是因為火箱兵的攻擊間隔 可能會卡到甩直斧兵的流暢度 所以選擇不出火箱 這個東西可以去考慮的 確實是有這個問題在 DCD這邊是決定要來繼續打這個護兵 這邊巨型頭司機要架起來嗎 410隻的直斧兵直接開A 哇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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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A光 好 這邊再次守屍城堡 力士尼必妙放棄 這邊很堅持的想要拆掉這根城堡 反正這邊裡面還是有少量直斧兵在進行協防動作 要撕掉這根城堡實在是太困難了 直斧兵抓到了你的伐木工 哇 格德這邊遠遠不絕的步兵出來 但是黃金要見底囉 哇 這邊率先買賣了一些資源 賣掉了一堆木頭 這時候DCD賣掉了石頭跟食物 換取了600多的黃金 直斧兵再繼續往這邊集結 但是這邊劍兵有事也是過來一直送 開始有點愧不成軍了 伊斯林好像要倒了 打出了GG 總共出了470隻的劍兵有事 217隻的直斧兵啊 看一下統計資料 那伊斯林這邊是經濟還優於法蘭克這邊的 沒想到這邊只單靠直斧兵 就可以擋下格德的步兵大訓 這確實不太容易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